小猴子从游客那里抢来一个火鸡 跑过来问猴妈妈这是啥东西 能不能吃 于是猴妈妈拿着火鸡仔细打量起来 咦 这也没啥说明书呀 里面装的满满的液体 这应该是星形汽水 猴妈妈告诉小猴子你先去旁边玩 我先研究研究怎么打开 小猴子临走告诉妈妈 打开别忘给我留上一口 猴妈妈转头说道都给你留着 于是猴妈妈手脚并用 便对打火鸡一顿疯狂输出 这包装怎么这么严实 感觉这白色的应该是瓶带 为什么拧不开呢 这玩意也没有说明书 真愁死我了 小猴子有些迫不及待过来问道 妈妈你怎么还没打开 猴妈妈说道 快了快了 你别着急 我就不信了这玩意还能难到我 看来只能用上我的铁齿铜牙了 咦 终于打开一点了 在家把劲 哎呀 我的大门牙 可总算打开瓶带了 我先尝尝是啥味道 咋喝不到呢 原来还有一层 没想到这还是盖中盖呢 真是道口的却喝不着 不行 还得用我的大门牙 这时 这什么鬼 竟然把我的猴屁股都崩红了 但这个小猴子竟然玩火上身 看他娴熟的手法就知道是个老手了 他拿着火鸡在地面上不断地摩擦 瞬间就把打火鸡打着了 接着他的裤裆里露出一缕缕青烟 这味道简直上头了 就像是82年的雪碧 于是忍不住地他上去舔一下 感觉还是不过瘾 拿着火鸡又在地面上摩擦起来 眼看快把毛发烧吐鲁皮了 好心的游客赶紧帮他吹咧 他却把游客瞪了一眼 然后拔了拔烧焦的毛发就吃进了嘴里 这一波操作让游客都看猛圈了 此时的小猴子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的第二个表情包 然后严肃地说道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还有比这更迷惑的操作呢 想看我们下期见